大家录一下我最喜欢的游戏啊 十号维基6 王阿姨6也叫 然后十号维基6里面的王阿姨真的是特别的美意 然后我特别的喜欢 然后十号维基6也是我最喜欢的十号维基1吧 因为感觉这些动作都挺帅的 中间 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 然后漂亮的中间动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各个地方都有斩杀动作 然后包括各个方向啊 有弹反啊 反击啊 然后体数体数特别特别多 然后还有可以抓住时机的话 就像服务者系统弹一闪一样 然后你打头的话 他也会那个是有一个动作 然后让你接下去 然后这个拥兵模式的话 其实主要是就是打这个方块嘛 打这个方块时间 然后尽量在时间内 然后打到一个尽量高的一个分数吧 打八十 然后咱们继续 弹反 彩头 弹反 彩头 我们就尽量用最快的速度 然后清掉这些 断 然后没有体力了 接下来的话 就手枪 原发吧 虽然可能比较费子弹 但是可能还是比较快的 就可以去过这个分档期 其实你握倒的话 这个体力回得比较快 大家打头的话会有爆头的 但是其实生六的话是最难爆头的一波生化危机了 因为它增加了别人的全部嘛 还有这个地方没看完好 咱们估计可以踩成功一个吧 反正翻车就是常有的事情 我特别喜欢这个回旋梯啊 我要是录到最后 我其实打这个特别容易死啊 我那个反应可能有的时候有点慢 然后咱们现在没有体的 就离这个狗远一点 就这个狗的话有很多 咱们是没有办法 躲开的 咱们再去把这个东西牵一下 看看咱们没有体力 狗的话瞄准一下 把它出来 体力的话就留个打狗吧 再继续往前走 前面有绿草药 还有一个手雷 然后咱们再上去上面的话还有一个火的手雷 还有一个时间 咱们就抓紧时间 然后把这个手雷剪掉 其实上面的话 还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的 那咱们暂时就先不去了 跳下去 我果然是个老头 我都忘了游戏厅去没去了 游戏厅好像也没去吧 那咱们去游戏厅看一看 我反正是特别喜欢打这个游戏 我反正这个游戏的内容还是挺丰富的 而且联系系统特别的好 起数挺多的 这个地方不要呆着 因为它比较窄 打这个的话尽量不要浪费时间 就不要用起数打 最好是瞄准它们就身后的这个 灭火气啊 就直接打就好 其实你绕在它们前面吧 如果把它们打转身的话 绕在它前面的话 其实可以接一个回旋踢的 其实有口的话连机就特别不太容易断掉了 哈哈被打太难了 阿姨一口肉啊 阿姨肉 阿姨肉的肉肯定特别的香 白白嫩嫩的 那咱们把就这个油桶就废掉吧 然后等那个胖子过来 然后咱们就把这个油桶干掉 噢呢 他还竟然还把这个挡上了 我去 这个小僵尸有的时候还是蛮烦人的 要是不挡上的话 其实就把它打死了 等一下 好累过来了 这个的话再接一下 其实它就死掉了 再消防手把他脑袋爆掉 其实反正这个游戏还挺开心的 因为动作的话各方面都做的挺不错的 嗯里面那个不知道还打没打 这还有我时间还有五分钟 一百五十点应该是够了 但是我感觉我挺不到一百五十点 还是惯例踩头 然后开速射击 把他的头爆掉 然后咱们就撤了 因为没有体力了 还有一格吧 哈哈 然后他们竟然趴着还能碰到我 所以大家可以就是多用一下这个 其实让他们喷两下也问题不大 都挺好躲的 而且他们的攻击的话 这个东西特别脆 你像这种僵尸的话 基本上 吐一下的话就死了 但是你体肃的话 就必定死 那防御反击 哎呀 打脸了 打脸打脸 现在开始出这个红皮僵尸了 然后我们等他跳过来的时候 防反 然后我们还可以等他出这个上条红解 然后我们就可以防御一下 然后一个回旋梯 可以把它干掉 然后我们可以再等他一下 然后再等他一个回旋梯 然后再等他一个回旋梯 再等他一下 然后再一个回旋梯 再反开一下 然后再一个回旋梯 这还好吧 这些东西基本就是白给的 就完全不用怕他们 说防反就行了 而且也不怎么飞起立了 反正还是蛮简单的嘛 其实最好是能瞄准瞄准器的话 瞄准器的话其实比打连机的话 好像因为节省时间 放转器 完成 智莓 竟轿 放转器 快点 那这个视频就暂时给大家录到这儿了 我怕我录到后面就是身外名列了 行了 好 好